你懂嗎 大家都是出來賺錢的啦 不是出來玩的啦 你不要這樣子啦 對你有什麼好處 對什麼工作有好處 馬路上真的面紅耳赤 兩名男子當街對峙 看到你拿手機 我也拿 你拍我 我拍你 毛雨頓 大對決 你只想滿足你自己 檢舉人的模式 對社會有什麼好處 你懂嗎 你懂嗎 不要去幹這種事情啦 起到拉高 嗓子 破口框罵 要對方別再這樣 原來男子開車紅線圍停 被民眾拍照檢舉 真的好生氣 你會堅持的 別對社會有用處 檢舉 被檢舉 街頭大PK 讓一旁路人全看傻了眼 事情就發生在 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上 由於這裡相當熱鬧 周圍車流龐大 不使出現違規停車 讓居民困擾檢舉 想不到卻演變成對峙衝突 你覺得 保釋局很好 好不好 你要動不動就把照片拿出來 你這樣幹什麼 你放心是不是啊 說之以理 動之以情 再來點破口嗆聲 就是希望對方別檢舉 不過違規在先 嗆完之後 恐怕還是得乖乖 吃紅丹 記者中誠良 黃玉蘭特別報導